Hello 大家好 我是吴庆程 欢迎大家收看《岳家新鱼》第二季 其实我一开始是参加了中学学校的军乐团 学的是西洋的小军古 再一次路过一个我们这个疾风华业团的产牌时 听到了那个华业团在排练 之后就非常对这个华业非常有兴趣 因为西洋华业团是沈文雄老师的团 我就去敲了门说我很想参加这个团 然后沈文雄老师也非常的慷慨 说下个礼拜你就来试试看吧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参与了华业的一个产牌跟演出 老实讲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学很多东西的人 我是觉得说学一样东西 学了一段诺斯基我会觉得很boring 所以打击乐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组 它里头有很多很多的乐器 我就是对这种这么多的乐器非常感兴趣 因为我有的选择嘛 比如说小金鼓我打累了 我可以去学木琴 来木琴有两只锤的 四根锤六根锤的 它激发了我对音乐的兴趣 对学习新东西的一个兴趣 所以我在华业团 今年已经是第21个年头 令我非常有心的就是那些 我们突然出国的演出 对第一次1998年去了中国 这次也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去 去了中国呢 觉得中国其实老实讲 确实是在我印象中很不一样的一个地方 我本身是非常喜欢他们的那种文化 我是觉得说是应该常常到国内去看看 他们的那个那些音乐的那些专才 听听看他们的想法 现在我是觉得说孩子们 你要让他们坐下来 practice half an hour 都很困难 因为他们觉得说没有那个pation 但是我小时我一念就是两个小时 但是我也不知道说念了两个小时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没有练习时间观念的 因为我觉得越练越觉得 越发觉很多东西需要练 其实练习呢是长时期的 在这里呢想给年轻的打击乐的学生 一个advice是说 打击乐因为本身需要学很多的乐器 然后呢这个开放式的想法 能够lead你在多个方面都能够接受 所以我是觉得说不一定你学的打击乐 你就是要成为一个打击乐的演奏家 但是呢老师说 如果你成为一个打击乐的老师 你就会发觉你可以去很多的学校 教很多的乐团 所以我是就是给那些年轻的打击乐的学生的advice 就是说呢把你的专业用心的去把它学好 就希望各位从事打击乐的各位大众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